三阪市 圣诞树回收即将开始 市民需留意 圣诞过后 很多市民已经开始处理不要的圣诞树 今天三阪市环保局 沿同Recology绿灵再生公司 在市府门前举办第32届圣诞树回收的活动 今天 大概有上百棵圣诞树在市府门前被回收 在树木粉碎的过程中 空气中也传来了圣诞树的清香 吸引了市民黎维冠 陆能再生公司的公共关系经理Robert Reed 表示 去年1月份 各公司回收了近500吨的圣诞树 相当于两架波音787飞机的重量 这些圣诞树的木税 将会铺在城市公园或风景区 是环保市业中的重要一环 现在是时间去清洗树 而属于如何回收圣诞树 陆能再生公司提醒市民 他们将会在1月2日至1月11日期间回收圣诞树 不过由于下星期仪是新年没有人上班 所以将会在1月5日星期六上门回收垃圾 另外 切记不要将圣诞树放入垃圾桶里面 雪上也不要挂装饰物 只需要将树木放在垃圾桶旁就可以了 天下卫视记者 雷权感报导